好 那么另外呢 在区域立委的部分 民进党即将要进行第二波第三波的提名 下个礼拜中常会就会确定部分的人选 不过根据了解 现在提名的整个名单当中 出现了不少刺客 像是民进党最弱 蓝军的票仓大安区 民进党找的是棒球 拳雷打王赵世强 2012年关键的一战 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打 就是这样的气魄 民进党总统人选出炉了 区域立委选举也不能慢 第二波提名下周就会公布 最受瞩目的就是他 棒球拳雷打王赵世强 将凭绿炮深入蓝营票仓大安区 将其王建民的球技 赵世强侃侃而谈 也正因打棒球累积出来的高知名度 让民进党借重他的高人气 出奇兵抢选票 台北市八个选区 士林大同区由姚文志出现 文山区是向重牛粪博士朱正奇 内湖南港以及中山松山区 分别要派出李建昌和郭正亮当刺客 至于新义松山区人选还在南产中 而中正万华区 只有市议员严胜冠扁半 陈家绝和名嘴中年晃 纷纷表态 形成三抢一局面 为了协调 党中央有意争召中年晃 转战士林北投区 眼看立委选举时间逼近 民进党早刺客要打破国民党四年前 八仙过海传说 三地新闻黄大方秋暗柔 台北报道 好那么另外呢 要带您看在士林大同这个选区 最后呢在民进党内呢 是由前新闻局长姚文志 击退了郭正亮还有罗文嘉 不过现在郭正亮呢 被赋予新的任务 他要转战中山松山区 而这回对上的是取得了 国民党内初选胜利的立委罗淑磊 立委选举大打蒋家政权牌 郭正亮对决蒋校园 虽然主打威权政治 但郭正亮还是败北 不过四年前的选战 这一次又要在中山松山区重演 但对手换成了罗淑磊 其实现在是有征询 我们四年前刚好是 民进党是最低名的时候 那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所以整个情势是刚好相反 才经历过党内死亡主的初选 虽然郭正亮落败 输给了姚文志 但党中央看中了郭正亮 可以吸引中间选票 及潜蓝选票的特质 再度要郭正亮出马 披战袍 消息一出 所有人吓了一跳 只是原本中山松山区 民进党市议员简余燕 也有意参选 但党内民调始终 无法赢过国民党初选 出现的罗淑磊 因此两个女人的名嘴对决 变成了郭正亮和罗淑磊PK 面对突如其来的对手 罗淑磊毫不担心 中山松山区谁能获胜 蓝绿磨刀祸祸 分离新闻黄大方邱安柔台北报道 好 谢谢大家